本周我们就要来谈谈 全球芯片荒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有谁来到去跟我们谈呢 我找了很久 其实真的相当难 因为你要找到马来西亚懂半导体的 而且还在做半导体的公司的人 真的很难 但是我们终于找到了 他就是Skychip的老板 来到去跟我们聊聊 这半导体的一个话题 不知道大家对于可能我们马来西亚 居多的产业都是做封装测试的一个环节 有什么样的感想 大家觉得就这样子足够吗 我们马来西亚的定位 其实还可不可以再往上再提高一下 我觉得很难 其实当年就是因为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独特的定位 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整个半导体的产业当中 因为很像这个Skychip 它本身是做IC设计 就跟Banser那种OSAT 就有一些不一样 可是你在那个领域当中 那你的竞争对手可能就是 Intel或是NVIDIA 这种等级的公司 大哥的 这种设计或上游的 不都是这些先进国家 然后就去出脑 然后像我们做这个晶圆代工 就是台湾嘛 做的最出色 那我们可能就是台湾的 SubEasy Project 给我们 马来西亚真的是可以做到往上游吗 这个既有一点点这个兴奋 又有一点点的这个怀疑 一定要问一下这个老板他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谈到这个科技领域 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力资源的这方面 因为我最近有跟一些美国还有新加坡的基金经理接触 因为他们非常关注大马的这个专裁供应问题 特别是这个高科技领域 他们一直在问我说 到底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工程师 还有有素质的人才 因为这将直接影响一家企业 甚至整个领域的发展 所以可能可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受访对象 他怎么看这个人才这方面 对 而且这个领域就是未来10年 20年这个当红炸子机 虽然说这个有些人 像是木头姐说这个晶片荒 可能在明年就可以稍微的缓解 可是无庸置疑的一件事情 就是未来的世界一定是一个芯片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支援的一个世界 任何的一个你生命当中会遇到的 很多的 device 手机也好 车子也好 特别是电动车就是未来的趋势 那大家可以想象那个芯片的量的需要 是多么的庞大对不对 所以马来西亚在这个产业当中 网上游的可能性有多少呢 对 我自己本身是还是比较乐观看待这件事情的 但如果我们要往制造方面来的去做 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呢 因为它涉及的可能是器材的这部分 有一家的公司 我就要把它给拿出来编试一下 就是我们的那个的小Terra 这个的东西也是大家讲的 对 您除了时候就大家一直在讲 它不是被D9收购了吗 但是这家的公司就作为政府旗下的 推的半导体的一个的静远制造的大厂 既然会把它给卖掉 为什么由政府来要去推的一个的制造大厂 会沦落到这般的境地呢 所以我觉得本周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的半导体专家 来到去谈谈我国的这样的一个的困境 还有面对全球这样的芯片荒的危机 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应对 你好我是谭有胜 欢迎收听由BFM财经所制作的全新podcast 财经拷问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听过 全球半导体都在闹芯片荒 而大马作为半导体产业链里重要的一环 在半导体的封装测试环节里 便占据了全球13%的市占率 但我国过去几个月因为大封锁的关系 经济开开关关 反而导致缺芯的问题更加恶化 虽然疫情已经逐渐趋缓 但在供布应求的情况下 缺芯的问题真的有办法可以在明年解决吗 另一方面 国际半导体大厂像是Intel Infinian等等早期便在我国投资发展 但国内并没有出现更多类似这样的半导体 制造和IC设计大厂出现 反而数十年来只是聚焦于封装测试的领域 为何我们又没有办法像是美国或是韩国 台湾等等的国家 有很多半导体制造和IC设计的产业呢 难道是我们的半导体公司技术能力不足? 那么今天我们便邀请到我国难得一键的半导体设计公司 Skytrip的首席执行员 同时也是半导体协会的代表邝瑞强先生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聊聊全球确信的危机 还有我国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邝先生你好 你好 邝先生非常难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来跟你进行一个的访谈 就我们现在了解一下你这一家的公司好了 因为我们了解其实马来西亚的半导体的行业 其实都是做封装测试为主的 但Skytrip在2019年创立的时候 是以IC设计为主的 为什么您会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的IC设计的一个的公司 公司在整个半导体领域里的特色到底是什么? 这样我们先谈谈这个半导体 它有分成三大块 第一块就是封装测试 第二块就是制造 第三块就是IC设计 对马来西亚来说我们在封装测试可以说是世界级的参与者 而且在这方面我们也累积了很多相当大的公司 有像Inari 有像Karsam 然后在自动化方面 也有Vetrox 也有其他的公司为止 都在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也算是一个在国际有名的公司 所以我们Skychip就从他们那边得到启发说 既然我们能在这个封装测试试里面得到这样好的成绩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我们本身在一些跨国公司里面 所得到的一些知识 所累积的经验 来在这个IC设计方面大声拳脚 所以我们就跟一团共同志向的一些朋友 一些工程师就觉得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本身是不是已经累积了足够的经验 来在国际的这舞台上来大声身手 来提供我们本身的IP的知识产权 还有研发我们本身的产品 所以我们就看了我们本身觉得 我们已经在一些跨国公司 好像Intel、Broadcom 已经研发了就是最先进的CPU 最先进的chipset 最先进的SoC 既然我们本身都可以研发了 为什么我们要在Intel还是Broadcom的台子下 做这些研发呢 为什么不在SkyTube呢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开始策划 说怎样去start up这个SkyTube 然后在市场方面呢 我们也发现了 其实我们本身的技术呢 可以用在一个人工智能 还有计算这方面 然后这两方面呢 是一个发展的非常快的部分 既然它发展那么快呢 它提供的商业机会也特别的大 所以我们说既然我们这个技术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市场 那客户呢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中美贸易战 所以很多中国这些人工智能公司 高少年智能公司 他们本身之前从美国得到的 这个晶片的供应 已经得到了一些限制 有些已经以限制了 好像华为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华为因为美国这个出口的限制 从而削减了它本身这个 手提电话的市场的占有力 然后很多很多公司觉得 他们需要一些非美国的晶片供应 一些非美国的技术供应 那就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机会 给我们马来西亚这个设计公司 然后呢 第三点呢 就是说要启动一个设计公司 毕竟不容易 你需要很多方面的配合 财务方面的支持 投资者的支持 这方面我们也得到相当有利的资源 所以在人方面 在市场方面 在产品方面 在财务方面 我们都觉得说 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司机 来创立一个IC的设计公司 嗯了解 不过我们发现有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的现象 因为其实马来西亚就是 长期以来 其实都是做封装测试的嘛 但好像其实做像Skychip 或者是其他的 我们做IC设计 甚至是制造方面的 其实都是相当少的 可是我们也发现到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国际的企业 Intel Infinet 其实他们很早开始就在马来西亚的投资了 但为什么马来西亚 没办法更多像是这样的 可能Intel 或者Infinet 这样的一些的可能制造 或者IC设计的公司 我们的整体的半导体的领域 其实还是在非常初期的吗 我们没办法引进这些的技术吗 那个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其实我们本身马来西亚的IC研发人才是不少的 比如说在Intel IC设计中心 有差不多4000到5000个IC设计人员 之前整个Intel的IC设计部门是由我当作总监 所以对这方面我相当熟悉说 技术方面我们是有的 不过勇气方面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跨高公司 有这么优厚的待遇 然后也有一些高技术的参与机会 那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然后出来创业呢 对 所以这方面过去30年 我们有想过 也有探讨过 不过就觉得说 在时间方面呢 还是不适合 因为就算你有技术 你有市场嘛 就算你有技术 你有信义嘛 这方面呢 对一个初创公司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中美贸易战呢 就提供了一个 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因为之前呢 如果我是一家中国公司呢 我是不会去采购一些 马来西亚制造的晶片 因为没有这个信心 对 可能他们会买马来西亚的榴莲 不过要他们买马来西亚的晶片呢 对那就比较难了 对 一个冒险的一个处理方法 不过因为有这个中美贸易战呢 可以说是这卡帛子的问题呢 引导了他们去看 在美国以外的供应 如果在美国以外呢 除了美国 日本 台湾 这些跟美国关系 比较靠近的国家 那还有什么其他国家 那马来西亚呢 就刚好切除了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本身有的是 美国所锻炼的人才 然后在美国公司里面 是所累积的经验 那我们可以提供 跟贵谷一样的就是技术 然后就没有这个政治的限制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机会 就谈谈关于贸易战的这一点 不知道 因为之前也是 我们也是从很多的业者里面 其实有提到 有所谓的 可能是订单转移 这样的一个的现象 就可能贸易战之前 有很多的一些的订单 他们可能是集中在中国的 但是因为贸易战发生之后 可能也是因为 中美之间的一些的摩擦 有很多的可能从中国的订单 就为了很多的业者 就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的问题 就把这些订单转移到东南亚了 包括马来西亚在内 你是否能够跟我们分享的 比较多 可能比较是具体的例子 马来西亚当时候 其实真的是有发生 订单转移这样的一个现象吗 这方面我们只能 从计外者的方面 去提供一些我本身的意见 我们是有看到一些朋友 就是说他会说 我现在我的工厂要扩充 那我问他为什么要扩充呢 他就说因为很多中国公司 为了避免这个贸易战的限制 把一些订单移到了马来西亚 由我们公司来接 所以这方面这种情形是有的 而且你看到在我们的巴兔高万 有很多新的DP 就由一些跟中国有关系的公司 还是中国本身的公司 来到马来西亚投资 可能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要避免这个贸易战的限制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特别关注到 谈到关于可能疫情 有很多人可能担心的一点是 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能马来西亚在这里 也是经历了可能MCO 这样的一个的问题 影响到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也是受到一点的冲击 它会不会可能导致说 可能在马来西亚这里的投资 反而有很多的人 可能会把这些的订单 甚至是投资 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呢 也是因为due to the 那个pandemic的一个的问题 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它是一个危机 就是说这个危机呢 其实显现了我们本身 整个半导体的 Ecosystem的强处 还有一些作点 在我本身的观察来说呢 我们马来西亚处理的 还是相当的不错 就算在MCO的时候 通过我们马来西亚 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接洽 我们其实很多这个半导体公司呢 还是继续的在运行 所以对整个供应方面 是有影响 不过影响呢 不是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然后我们看到一些 切货的问题 其实切货的问题 不单只是在马来西亚 因为MCO的问题 其实气货的问题 可能是供应链的短缺 然后供应链短缺呢 就是因为我所说的 这个整个电子行业呢 是一个国际性的行业 有一些供应呢 它不是在马来西亚提供的 它是从别的国家提供的 可能就是因为MCO的问题呢 如果别的国家 它处理得不好的话 那么它会影响到 我们本身在供应链的 运行业 从而影响到 我们整个这个制造的那个output 所以我本身觉得呢 这个整个MCO处理的 还是相当不错 在这个电子行业方面 但大家还是会有一个的疑虑 相信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吧 大家就提到 关于缺芯的这个问题 就是那一个的chip 其实现在都是相当的缺嘛 尤其是工厂里面都有限制 你只可以过去 可能是有五成的人 可以在那里上班 如今到了现在 目前缺芯的危机 还是那么严重吗 已经慢慢恢复了 其实很多公司呢 已经达到百分之百的运作了 其实切行这个问题呢 它也启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在马来西亚呢 我们享受了很多 就是比较联谊的外劳服务 就是说本身我们不够人才呢 我们就找一些外劳来操作 然后因为这个pandemic呢 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自动化方面呢 其实还是做得够 如果自动化做得够的话 就算50%的员工来上班呢 其实90%的就是output呢 还是由机械来提供的 那么对整个整产的output呢 影响就会比较小 所以从不一样的这个半导体公司呢 可以看到一些公司呢 因为它在自动化方面做得比较好 那么它的冲击就比较少 然后一些比较靠人力的呢 那你刚才所说的那个50%的工程能上班呢 的确是会影响到它整个output 嗯 了解了 好的 那我们聊到另外一块就是想要特别关注 那如果说因为我们看到最近马来西亚政府 也是想要去往高科技国的这样的一个的发展的角度 继续去前进嘛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的半导体产业要由政府去扶持 你觉得可能吗 其实政府的扶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我所说的扶持呢 不只是在财务上经济上的扶持啊 嗯 还在其他的政策方面的扶持 尤其是人才方面 因为就算在美国很多半导体呢 它的人员呢 其实是来自世界各国的 嗯 他们是用高新高技术来吸引各国人才 来到美国去从事工程师行业 还是去上那边的大学 然后上完大学过后呢 就留下来当做他们本地的人才 嗯 所以在这个半导体产业内我是觉得马来西亚的人才政策呢 第一点呢就是去提升人才 就是我们的大学呢 一定要把我们的那些课程呢 提升到国际的水准 嗯 然后第二呢就是留住人才 所以很多人才呢就是因为他们本身觉得 为什么我在留在马来西亚 如果进去一个工厂去做的话 我的薪水是那么多 然后如果我去新加坡的话 那么我的薪水是三倍 嗯 所以这方面呢 留住人才是非常的重要的 要怎样留住人才呢 唯一的方法呢就是提供有比较高价值 创造高价值的行业 就是好像IC design 第三呢就是吸引人才啊 就是说除了我们本身的人才呢 我们还要打开门路 就像美国一样 就算中国一样 去吸引国外的人才 当做我们马来西亚工业的推动力 就是说不要只是注重在本国 本国的人才我们人口才2000多万3000万 所以那种人才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必须吸引国外的人才 对所以看起来我们在可能在半导体的工程师 这一块其实还是相当的少 不管是从国内也好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国外人才进来 然后去推动这样的半导体产业发展 那另外我们也想特别关注一下 就是有关芯片它的功能性的问题 因为我们传统上理解的芯片可能是应用在电子产品里面 包括手机啊或者是电脑方面 但它最近逐渐好像是用在其他的场域里面 像是汽车啊 其实也非常需要那一个的芯片 才能够去做更多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的汽车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其实这样的一个的芯片 它还能够用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芯片的用途呢 是非常非常的广 我们生活上所接触到的差不多每一个物件呢 其实它里面呢 都非常可能会找到一片两片 或者更多的芯片 所以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消费者的芯片呢 是有的 它也算是整个芯片产业的一部分 不过除了这消费者的芯片呢 它还有就是人工智能芯片啊 就是工业自动化芯片啊 通讯用的芯片啊 还有就是汽车行业的芯片 一辆汽车呢 之前呢 可能就一辆里芯片 不过现在的汽车呢 尤其是自动驾驶的芯片呢 你可能会找到不少200粒的芯片啊 就是也支援不一样的功能 了解 原来是这样子 那么来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有关芯片断控 这样的一个的危机 当然大家最近市场都有很多的猜测啦 到底几时 这样的芯片的危机其实会结束 那么其实按照你的观察 可能马来西亚 目前的状况可能是比较好的 但就国际的市场而言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的芯片危机 它到底几时会结束呢 明年有希望吗 我有一个希望 不过其实我的资料呢 也是从这个行业里面 各方面的讨论来做一个简化啦 这短期方面呢 可能还要需要一两年 才会真正的解决啦 毕竟呢 要建一个芯片厂呢 它不是一两个月 或者一两个星期的问题 要建立一个芯片厂来扩充这个芯片的供应呢 需要的时间可能是一两年 有可能是三年 所以是大投资 然后是长时期的投资啊 所以这方面就算你听到说 DSMC台积电会在美国建立一个芯片厂 然后也会在新加坡扩充一些芯片厂 这些呢都要一两年呢 才能真正量产了 所以整体上看上去 整个芯片危机 它可能还是需要蛮久的时间啦 但是包括说 有很多的厂商 他们也是最近看到 他们有调涨那一个 制造芯片的那一个的价格 这样的一个的问题 可能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吗 会会 其实供应和价格呢 就是反向嘛 当供应不足够的话呢 那唯一要减息球呢 就是提高价格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起始 所以芯片的价格呢 在供应短期的时候呢 肯定是会涨价的 嗯 了解 好的 那么来到最后一个问题 我相信也是很多的听众 想要去了解的 就是Skychip这一家 你们这样的一家的公司 为了跟上国际的趋势 让更加人知道你们的公司 让更多人知道马来西亚 这样的一个芯片制造 或者是IC设计的一个能力 你们会规划未来上市吗 有 我们有这个计划 可能希望在以后三四年之后 你就会看到Skychip 是在马来西亚上市 还是在外国 我们还不确定了 不过马来西亚会是我们首选的 毕竟是我们的国家 不过也会看一下别的市场 最重要就是上市是一个问题 不过技术一定要在马来西亚落地 这就是你的一个guidance 对 我还蛮赞同就是CEO你讲的 就是希望把这个的根留在马来西亚 我们也希望看到有更多这样的一些的 高端产业的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发展 让我们的马来西亚可以变得更好 也在国际上扮演更好的角色 那感谢邝瑞强先生 你今天到我们的节目 来跟我们谈了这么多 谢谢你 那谢谢大家 财经考问是BFM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也可以在财经财经.my 和BFM的网站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 收听我们的节目 你也可以浏览南洋商报的网页 阅读这个访问的文字报导 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二更新 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意见 都可以PM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我是谭友胜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